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干什么 你这么紧张 你有我一尘水火之池 你属于公子羽 我属于公上爵 这么多人看着 你我聊什么天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三日之后 当公上爵带回关于我们身份的信息时 我们怎么办 看着他们打脸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你不是云卫山 我当然不是云卫山 我和韩鸭四在离溪镇袭击了云家小姐 冒充了她 那你麻烦了 那你呢 难道你真的是上官前 大福臣的上官前 对啊 我就是上官前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要死你的身份 你就是云卫山 来自离溪镇的云卫山 那你怎么会是吴峰的妹 对 自为吴峰来说 你对陌生人的信任 会免得有点愚蠢 陌生人 谁 我 我从小就被家里送去吴峰训练 但是逢年过节或者庙徽灯事 我都会回来 在众人面前露脸 顺便趁着这几天 安排几次和城里大户人家的相亲 平日里 家里也会安排一个体弱的丫鬟 假扮成我 隔着帘子 让不同的大夫上门好迈问诊 各种药方子也是不断地送进家来 在大堆大堆的药渣丢出家去 因此 我可以凭借着体弱深寒不宜出门的借口 长期在无缝训练 所以即使龚尚军拿着我的画像 满城地打听 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就是上关切 一个体弱多病 不爱出门的上关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